整条路被塞满都是来逛市集的 从白天到晚上人潮没断过 卖煎鸟蛋的卖面线糊的 吃的用的穿的玩的 每摊生意都抢抢棍 这里是高雄延城区 过年期间就会登场的 新乐街春节市集 从除夕到初三 白天就开始一直到凌晨三四点 前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摊伤生意难做 今年人潮终于回笼了 比去年至少多上 大概至少快三倍了 听到一个摊商说 他大概昨天一个晚上的收入 大概就是他们前两年 所有收入的总额了 再来看到也在延城区内的 高雄博尔特区跟占尔库 也是放眼过去都是人 现场市集 每摊的生意都非常的好 卖美式汉堡的 摆摊不到半天就卖光光 还有卖油饭的开坛不久 一大桶就卖了一半 比我往年的都还要多 还要多 多几层 几层 可能有两层三层这样 这次的春节有十天年假 不少人回南部过年 也有很多人来南部游玩 也让高雄在年节这两天 可以说到处都是人 而人潮就是前潮 做生意的前两年 因为疫情都咬牙苦撑 今年终于可以笑着过年了 华市新闻 邱君平 许文南 许富杰 邱显雄 高雄报 我是吴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 说新闻给你听